有位朋友很远就上个讯息来, 他叫C.C.Sue, 他说诚哥,我是你的忠实粉丝, 我来自德国,每天起床一定要看你的节目, 我已吃生一个半月, 因为我有更年期的潮热感觉, 同一支高血压,胆固醇也有支高, 每天早上起床我就做呼吸瑜伽, 然后打果菜脑,就感觉到非常精神, 肴腸很清爽,大便通讯很精神, 头脑清醒,到中午后两点都不觉得肚饿, 但我老公吃饭时回家, 都是想吃热饭才有瘟热感, 所以我们只能做到每天早晚, 吃生,中午就吃热饭, 很多谢这些朋友提出, 其实这样已经几好, 你已经是相当大比例吃生, 不过缘分到还可能有机会再吃多些, 怎样吃多些呢,你说中午要就老公, 要吃热暖的东西,其实不用的, 我们吃生时很暖的, 我们要求是四十几度以下, 四十几度是很热的,热到放不下口了, 你完全是可以用暖的水去做那些饮品, 还有那些吃下肚硬的东西都可以弄暖它, 如果你有个风干机就很理想, 如果不是太阳晒下,或者是炖下它, 都可以想吃暖,很容易而已, 好了,你还有个问题, 他说长哥,我还有个问题要请教, 我每天早上吃果菜籠之后, 肚觉得很冷,怕冷,要穿多些衣服, 我的小肚感觉到冷是否正常呢, 我想告诉你,是非常正常的, 我初初完全吃生时,冷了三年, 我初初都以为自己为何会这样呢, 我平时身体是很暖的, 我是阳气很足够的, 原来正正这是排毒的反应, 意思就是说其实我身体 是将以前几十年积卖的寒气排出来, 所以吃生初期觉得冷, 我那时真的很极端,冷得很厉害, 所以我想是否正常, 这个反应是非常正常的, 所以你不用介意,不用担心的, 很多人就以为吃些好寒粮, 身体受不了,其实肯定不是, 你反而尽量争取曬太阳,出汗, 吃得那麽下,就不会有些寒粮的了, 你吃几寒的东西都没事的了, 我希望我刚才这一个分享帮到了你, 大家有什麽问题出来交流的, 研究的,很欢迎的, 如果你觉得讲这些是有价值, 传给其他人看,加入我的频道,多谢你,拜拜!